老天哪 夏天來福州 想看美洲又不想曬太陽嗎 那就來福州人的後花園 胡嶺 噠噠 這裡就是萬國亞 這裡以前是外國人的休閒娛樂場 有26個國家的人會在這邊開派對 然后现在它就有点像台北的华山古创 用来举办一些展览或是小时的音乐晚会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走 我们外面不是有大口子吗 对 然后进来之后 同一个角落的方形格子 就上升到我们的这个屋子里面 然后上升的热空气就往墙上这个方形格子出去了 这个民宿呢 是我们王总老板娘 她自己用自己的房子改造成的 非常棒的一块地方 然后她这个 一个夏天可以接待来自十几个国家的旅客朋友们 而且老板娘跟老板他们两位是非常喜欢音乐的 所以在晚上可以做音乐小party在这个地方 对 所以还是非常休闲 非常棒的一块地方 对 这里原本是当时的柯达照相馆 是现今古林景区内唯一一座从未休闪 保有百年历史痕迹的建筑哦 拥有百年历史的古林邮居也是著名的地标之一 邮居闷口的老式邮筒可以让游客们寄出古林专属的明信片给亲友 来这里应该一个老油脱对朋友家人说出享受的话吧 大门书 大门书它原先的话是隶属于万兴山寒的后面的话被民国海军将领李四甲所收购捐献给了教会 那在1985年左右的时候这里曾被古林小学使用 那后面的话呢我们是应广委会的要求最美的山上 我们古林这边建个有人文气息的书店 所以2015年10月1号我们在这边开业了 那同样在来年也是被评为就是中国最美的一个海拔最高的书店 那这上面的话现在是古林作为中国四大避属胜地 除了避属之外 那同时也给大家提供一个更多的人文 还有读书休闲娱乐的一个地方和场所 在这里呢你可以一边喝咖啡一边看出享受才能让我去的家务